各位观众好 刚刚我们已经报道过 中共的领导人邓小平 在躲藏了很多月 他最后的出现是在5月 事隔一个多月之后 他今天晚上终于出现在中共的中央电视台上 而刚刚我们又说到最新的卫星画面 那就是中共第一次公布了 他们自己所拍摄的 在6月3号一直深夜 一直到6月4号清晨 天安门上到底共军侵入那时候的情况怎么样 我们现在就来看这段中共中央电视台 在今天晚上刚刚播出的画面 这段画面是中央电视台所播出的 这是到现在为止 外界所看到的影片都是由外国记者拍的 只有这一段是中共人员自己所拍摄 而自己所公布出来的 我们会看到当时共军正准备进入天安门广场 天安门上面更有很多的学生 这是在6月3号的深夜 天安门前人潮汹涌 群情激愤的情况 这时候您看到中共的人民解放军 应该是第27丁的部队 正在向广场前进 他们已经突破了人墙跟路障 随后共军就在坦克跟装甲运兵车的掩护之下 开进了天安门广场 这个时间应该是在6月4号的清晨0点左右 学生们对着庆祝的共军高声的大喊怒骂 中共播出这个学生放火烧车里面 但到此镜头就中断 接着播出的就是第二天早上天亮以后现场的情形 至于中间外国记者所拍摄到的中共屠杀的镜头 中共今天晚上一点也没有播放 显而言之镜头已经经过了巧妙的剪接 但是虽然经过刻意剪接 您一定能非常了解 中共的宣传机器又在做什么了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